今天为你解读的书是《告别节食时代》 如果说人类社会存在永恒的话题,减肥大概可以排进前三 减肥的秘诀早已不是秘密,六个字,管住嘴,迈开腿 面对健身年卡,平均使用不超过十次的尴尬 大部分人往往希望通过节食来减肥 那么,节食真的能让我们达到减肥的目的吗? 节食对身体有好处吗? 这本书从科学的角度给出了回答 本书作者特雷西曼恩是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的心理学教授 曾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终身教授 他建立了一个健康和饮食实验室 获得了美国国家卫生院、美国农业部等机构的资金支持 研究成果被纽约时报、科学美国人等媒体征先报道 他的研究团队还参与了BBC纪录片《是什么让我们变瘦》的制作 在《告别节食时代》这本书的开头 作者一针见血地指出 节食无用,反弹必然 有效减肥只是一场营销骗局 想一想你自己或者身边的人 天天叫着减肥 天天再减肥的情形并不罕见 叫了好多年 结果越减越肥的大有人在 这背后是否存在我们不知道的秘密呢? 什么才是科学减肥的有效方法呢? 作者用来自实验室的数据和事实告诉我们 节食非但无用还对健康有害 书中为我们指出了通往健康和健美目标的科学之路 这本书分为三部分展开 为什么节食无用 节食有哪些危害 以及如何用聪明的策略战胜美食陷阱 下面开始第一部分内容 为什么节食无用 节食对于大部分有过减肥经历的人并不陌生 同样不陌生的还有低碳减肥法 低脂减肥法 低糖减肥法等等 任何人体必须的营养物质前面加一个滴字 都能成为一种减肥法 另外风靡一时的还有清断食 屁股等等 这些减肥法有的要求你每天 进食几个小时或者几天 在这期间只能喝水或者是胃增汤 有的建议你像我们的祖先智人一样饮食 甚至有些减肥法在你想要吃东西的时候 就对你施以奠基 在经历了种种非人的待遇之后 成功减肥的人到底有多少呢 在讨论成功还是失败之前 首先要定义什么是成功 如果减肥成功的定义是 结实之后体重减轻了 那很多人的确体验过成功的喜悦 但如果说成功是指体重减轻之后 就一直停留在那个你满意的数字 再没有反弹 那减肥成功的人可能就不多了 根据国际体重监控中心的权威数据 能保持住减肥成果的人只有16% 因而减肥公司生意一直很好 这家机构的说法很实在 减肥公司之所以成功 是因为有84%的人会周而复始 从头再来 生意当然源源不断 对于减肥成功后的体重反弹 大部分人会归咎于自己的自制力薄弱 缺乏足够的锻炼 事实上 这件事情的责任根本不在于你 体重减轻后的反弹 完全是人类身体几十万年来 进化的结果 很多人把我们的身体 当作是一个简单的线性系统 好比一个水池 每天吃的东西是放进去的水 身体消耗的能量是流出去的水 对于这么一种简单的线性系统 如果停止注水 只剩出水口一直排水的话 那三天不吃自然就会瘦下来 二十天不吃肯定瘦成闪电 如果真是这样 减肥就变成了非常简单的事情 那些卖减肥产品的公司早关门大吉了 遗憾的是人类的身体 远远比简单系统来得复杂 我们的身体是一部极其精密的仪器 智能而且高效 这听起来非常的美妙 但是这里有一个大问题 就是这部机器 不受你的主观意愿所控制 每个人都知道你想变得更瘦 可惜你的身体并不知道 你身体的行动纲领和参考书 都来自于你的基因 在这里 作者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概念 集合体重范围 你的体重是由你的基因决定的 基因决定的不是一个精确的数字 是一个区间 比如说 100斤到130斤 这是你体重允许活动的范围 体重在这个区间内的变动相对容易 一旦到了区间的临界点 也就是这里的100斤或者130斤 再想要有所突破 就没那么容易了 大脑是基因信息最忠实的执行者 是你身体真正的主人 一旦大脑发现 你的体重要脱离基因限定的范围 它马上会通过各种方式来阻止你 你的执行力和自制力 在大脑面前完全是力不从心的 对于自己的体重居然受基因控制这件事情 很多人不信 为了让这一论点更有说服力 我们来看一下针对于同卵双胞胎体重研究的数据 同卵双胞胎有着完全一样的基因 就像一个母子里刻出来的 甚至有时候连亲生父母都分不清他们 如果把同卵双胞胎放在不同的环境中长大 就能够区别出它们的某项特征 受基因的影响更大 还是受环境的影响更大 一项来自瑞典的体重研究 研究了93对在不同环境下长大的同卵双胞胎 以及154对一起长大的同卵双胞胎 结果发现 不管是一起长大还是分开成长 双胞胎的体重都相当接近 基因对于体重的决定性作用 仅仅低于基因对于身高的影响 从上面的研究结果来看 毋庸置疑 基因的确是集合体重范围的决定性因素 很多人觉得这是个噩耗 那我受成闪电的梦想 岂不破灭了 凡事都有两面 虽然你没法受成闪电 但是感谢基因 就算你无节制地大吃特吃 你也很难胖到天际 你会问 这么说有科学依据吗 为了了解基因是否像阻止你变瘦一样 会阻止你变胖 科学家进行了另外一项研究 在这项研究中 研究员试图让受试者 每天吃一堆高热量的食物 并且在这段日子以内 不允许他们进行一切形式的锻炼 来观察这么做 会不会让他们迅速发胖 研究者很难说服普通人 参与到这项颇为不人道的实验中 因此 他们找了一群囚犯来参与这项实验 或许对于囚犯而言 相比监狱的饭菜 这项实验还是挺有诱惑的 在实验过程中 这些囚犯每天要吃下大量高热量的美味食物 摄入超过一万卡路里的食物 相当于二十个汉堡 这一过程持续了四到六个月之后 平均每个囚犯的体重只比初始体重增长了百分之二十 要知道 一个正常成年人每天的热量摄入 大约为两千五百卡路里 囚犯摄入了正常所需热量的四倍 但是体重并没有同比增长 而且一旦停止了持续的暴饮暴食 体重很快便开始下降 这个实验证明了 身体很难维持住超出集合体重范围的多余部分 一个体重短期内增重到两百斤的人 和一个平时体重就是两百斤的人 二者的生理机制并不相同 通过暴饮暴食而快速增肥的人 他必须保持住每天高热量的摄入 才能够守住增肥的效果 如果他和普通胖子一样 每天只是多吃几碗白米饭 很快就会瘦下去 这和节食后的反弹 完全是一种镜像呈现 也就是说 一个体重在短期内减轻到九十斤的人 和一个长期体重保持在九十斤的人 二者的生理机制也不相同 短期节食瘦到九十斤的人 必须持续节食 才能够保持住之前的成果 否则 即使吃得和普通瘦子一样 他很快会遭遇体重反弹 这方面的数据不胜美举 每个有过节食经历的人 都曾经体会过 究其根本 大脑会通过调节身体内 各种激素的水平 来保护体重 让体重始终维持在 集合体重范围这个区间之内 以节食过程来说 随着体内脂肪的丧失 体内激素的含量 也会发生变化 帮助你感受到 饱足的激素水平下降 让你感觉到饥饿的激素水平提高 激素水平的变化 让你渴望吃东西 更多地吃 不停地吃 在节食期间 你所有的注意力 都集中在食物 特别是你最近在抵制的食物上 食物之外的事情 已经很难占据你的思维了 一位低碳饮食者的参与者坦言 在完全不摄入碳水化合物几天之后 第一次发现白馒头 看起来比鸡腿还美味 在大脑只会激素对你施加影响的同时 新陈代谢系统也处处和你作对 因为摄入食物分量和以前相比明显不足 你的新陈代谢系统会放慢速度来储存能量 它会将每一卡路里的热量都尽可能地最大化利用 让你的身体能以更少的热量来运转 你的新陈代谢就像是一个尽心尽责的好管家 以为东家遇到了麻烦收入巨减 于是精打细算一分钱掰成两分钱来用 越瘦越好这种念头 对于新陈代谢系统来说太过超前 他无法理解其中的用意 纵上所说 为了维持住节食之后的新的体重 你必须反抗进化 反抗生物学 反抗你的大脑 反抗你的新陈代谢 以上种种都是基因试图保护你 不被饥饿迫害而留给你的强大武器 谁知道 却成了你瘦身的最大障碍 虽说基因决定集合体重范围 大脑控制我们的身体 这些事情都已经有了很多科学依据 但是有些人就是不信邪 坚信人定胜天 坚信自己迟早受身成功 坚持要结食 事实上 结食不但对减肥无效 还会对身体构成伤害 第二部分我们就来聊聊 结食有哪些危害 首先 结食会让你的思维能力 出现明显的下降 心理学家 把思维能力差不多的受试者 分成两组 结食组与非结食组 结食组进行几天的结食 非结食组该吃吃该喝喝 几天之后 再对两组人进行测试 结食组的受试者 思维能力下降非常明显 非结食组则保持了之前的水准 这里最大的启发是 千万不要不吃早饭 就去参加考试 一个由科学家组成的北极探险队 在北极遭遇意外 被迫搁浅 在缺少食物的情况下 坚持了一个冬天 事后 在科考队员的日记里 我们看到了这样的内容 我们一再谈起的话题 就是吃的东西 以及过去享用过的各色菜肴 或者是返回文明世界后 希望享受的菜肴 至于科研探险的内容 日记中是这么说的 一种难以摆脱的无兴趣和意识模糊 对于有过结食经验的人来说 很多人的感觉是 无法长时间地全神贯注 理解力下降 无法保持警惕 结食的时候 别人对你说话 你经常会完全没有反应 整个人就像是在梦游 因为人的关注力是有限的 一旦你的关注力 集中在控制一件事情 比如说抵制美食 那么你就没有精力 再去做其他事情 由此可见 结食的结果是 你没有多余的精力 去处理其他事情 在别人看来 你这个人突然就变笨了 其次 结食会让你产生压力 科学家分析了 结食者的唾液样本 发现结食者的 皮质醇激素水平会升高 这种激素 在人受到压力的时候产生 它的作用是 激发储存的能量 让你准备好 及时回应压力源 比如说 你在森林里遇到了老虎 这时候 身体就会释放皮质醇激素 准备好更多的能量 让你随时能以比平时更快的速度逃跑 皮质醇激素 在激发储存能量 让你提高战斗力的同时 会关闭另外一些技能 比如 影响到免疫机能的正常运转 当你每天大部分的精力 都在压制自己对于食物的念想的时候 压力就会出现 它所引发的变化累积起来 会导致严重的生理问题 让你更容易患传染病 骨质密度降低 血压升高 血管受损 同时 心脏也承受更大的负荷 造成不可逆的伤害 第三 结石会让你情绪糟糕 在由36名志愿者参加的结石活动中 有6名志愿者的心理反应 尤为严重 症状包括极端情绪波动 强迫性咀嚼口香糖 商店行窃 甚至有一位志愿者 在披柴的时候 用斧子剁掉了自己的三根手指 这么做 有可能是因为他深陷绝望 虽然这是一些极端的例子 但是在肚子饿得咕咕叫的时候 很少有人还笑得出来 即使结石有一大堆的危害 但是很多人还是会说 不结石 无宁死 相比起肥胖本身来说 这些危害也就不算什么了 那么 谈胖色变 肥胖就真的是洪水猛兽吗 目前科学界 无法确定体重与健康之间的确切联系 不过有一个指标 却是了解健康水平的有效指示器 这就是腰围 腰围能说明脂肪在你身体上的分布 如果腰围数值大 你的身体可能呈苹果形 这意味着你的内脏脂肪高 它们会沉寂在你小腹内的脏气周围 由此引发健康问题 腰围数值小 身体可能呈离形 脂肪更多分布在臀部和大腿 而非小腹 这种脂肪称为皮下脂肪 与健康状况没有太大的直接关联 相比于绝对的体重值 我们更应该关注的 其实是腰围这一数值 既然人的体重是由基因决定的 由大脑所控制的 那体重对于健康并没有实质性的危害 那是不是说我们就可以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肆无忌惮地不用再管体重了呢 从理论上说的确如此 不过普通人的集合体重还有30斤左右的波动范围 100斤和130斤的差别还是巨大的 如果你现在是115斤 你是希望自己的体重继续上升到130斤 还是下降到100斤 我们的目标是将体重控制在集合体重范围的最小值 第三部分就让我们来说说 如何通过制定一系列聪明的策略 从而战胜美食陷阱 实现体重达到最小值的目标 这部分内容里 作者和我们分享了一些非常有趣的实例 你会发现原来体重减轻的过程可以这么简单 不用咬牙坚持 更不用依靠我们的自治力 作者有两条不同的道路 可以去往明尼苏达大学的办公室 一条是高速公路 另外一条是地面道路 地面道路会经过作者最爱的面包房 每次经过面包房的时候 即使他不想进去 但最终还是会以失败而告终 几分钟后 他就提了一大包最爱的面包满载而归 这种经历想必很多人都感同身受 每次要请客的时候 他会选择走地面道路 去面包房买他最喜欢的面包 如果要控制热量社区 作者会果断地选择高速公路 这样他就不用经过面包店 也不用为要不要去面包店而挣扎 作者指出 相比进不进面包店 走高速公路还是地面道路 是一个更容易做的选择 因为他距离诱惑 还有一段安全距离 这是作者推荐的第一种策略 人为制造障碍 减少面对诱惑的机会 前台词是说 我知道自己的弱点 知道自己在诱惑面前缺乏自治 因此 我主动减少面对诱惑的机会 第二种策略是让健康食物 始终出现在最显眼的位置 虽然每种食物都有营养 但营养专家最为推荐的 始终是地中海饮食结构 也就是蔬菜水果 鱼类 五谷杂粮 豆类和橄榄油的黄金组合 让你家里的冰箱和零食柜子里 充满这些食品 你想吃垃圾食品都难 你也许会说 看到蔬菜和水果就是没胃口 一定要吃垃圾食品 家里没有现成的 那我就打开外卖软件 如果想吃不健康的食品 可以 但是只能现在下单买 也就是说 不囤积垃圾食品 这是第二种策略的核心点 长此以往 即使你没有完全拒绝垃圾食品 当你被健康食品包围 你会不知不觉地 吃得更健康 第三种策略 事先制定情景方案 让自己面对诱惑时 不会手足无措 无从应对 作者提出 我们需要制定一套 行之有效的情景方案 这种策略的关键在于 如果想让方案在事件中自动生效 不要现场决定该怎么做 而是事先规划好自己的行为 情景方案设置得越具体 作用就越大 比如 你的方案不应该是 如果出去用餐 我就选择健康食品 正确的方案是 如果去餐厅 我就点一份凯撒色拉 又比如 如果无聊想吃零食了 那我不吃巧克力 巧克力之外的不健康食品太多了 你吃黄油薯片 还不如吃黑巧克力 正确的方案应该是 如果无聊想吃零食了 我就吃一个苹果 如果没有苹果 那我就吃一根香蕉 当然 这需要家里常备苹果和香蕉 如果你的厨房里 只有巧克力和薯片 结果可想而知 这正是策略二的用处所在 最后的策略 就是品尝所有的美味 我们活在一个幸福的时代 值得品尝的美味不胜美举 如果为了体重数字 而拒绝所有的美味 显然是不明智的 网大了说这是反进化的行为 因此只要不过量 你就可以享受所有的美食 在享受美食的同时 慢一些 用心去体会它们的美味 这样就不会不知不觉之间 摄入过多的食物 慢慢吃 你寻求的是食物给你带来的乐趣 而不是体会饱得快要吐出来的感觉 以上就是曼恩教授提供给我们的全套健康饮食策略 瞧 都是一些相对简单 不难做到的事情 考虑得越全面 准备得越早 需要的自制力就越少 最后 除了通过聪明的策略控制饮食之外 锻炼必不可少 锻炼的目的不是为了减轻体重 而是让身体更健康 锻炼对健康有太多的益处 包括降低糖尿病的患病风险 提高糖尿病人群的血糖控制能力 降低冠心病病人的死亡率 预防心血管疾病 增加对身体有益的高密度脂蛋白 降低肝油三脂 稳定血压等等 至此 这本书的全部内容就介绍完了 总结一下作者的核心观点 我们的体重范围是由基因决定的 这个范围被称为集合体重范围 我们的目标是将体重控制在这个范围的最小值 为了达到这个目标 节食不是一个好的选择 节食是一种不健康的生活方式 节食会让人变笨 加速衰老 让人情绪低落 脾气变差 如果定期锻炼 运用一些巧妙的管理策略 养成合理的饮食习惯 那么你就可以毫不费力地达到这个目标 生活如此美好 为什么要让节食坏了好心情呢